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女孩整天报纸都卖不完 若没卖完就不能回家 因为会被老板骂 女孩面临绝望之际 开始拿起火柴 烧报纸温暖自己 应该会赶到奶奶吧 结果奶奶真的出现了 是水果奶奶 女孩别哭 只要故事下点猛药 就会越来越多人买 广告商为了让产品曝光 就会给你越多钱 如此一来你就可以赚钱咯 女孩恍然大悟 开始写怂动标题 以及新三色新闻 于是报纸真的就卖光了 解脉不是报纸 解脉是人性 水果奶奶 告诉小女孩 想办法把报纸发给更多人 就可以赚到广告商的钱 而这也是为什么 新闻媒体被评评的原因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报纸这么便宜 而网络文章又不用钱 其实不管是调查 采访 写作或是拍摄 生产内容是需要成本的 而媒体的收入 几乎都从广告商取得 只要能接触到更多阅听人 就能获得更多广告营收 那这会是什么情况呢 如果这些广告商的商品有问题 但又是主要的资金来源 新闻媒体到底要报还是不报呢 那就乱报嘛 钱丢到水里会噗通噗通的响 但丢到媒体里 也可以让真相一声不响 难道就没有人出来改变吗 当然是有的 但就是要先有切腹精神 这群人就是 MediaCon 他们将媒体 从两个地方开始改变 第一个 内容提升 上市报导者提供深度报导 而新头壳则发布 国际间重大新闻 Are you serious? 第二个 改变营业模式 MediaCon 试图隔绝可能干扰新闻中立的因素 广告 财团 或是政客 Amen 断他们一切的圈连 除了MediaCon 身为阅听人的我们 更是改变的动力 有人看 就会有人写 所以改变的第一步 就是 不要看 好啦 不看就不看 小额赞助 基金会 或是募资平台 当好的报导被肯定 有市场 便会产生正向循环 水果奶奶 因为MediaCon的改革 没有人要买我的新闪色报纸了 突然 水果奶奶 变成释迦模拟佛 有怎样的媒体 就会有怎样的社会 这是个好现象啊 梅控告诉你 好好尊严 让头脑健康 女孩开始读梅控 读完之后 突然 眼前有一道光 她看见希望 大喊 哦嗨哟 有没有人要买我的火柴 我就说吧 她明明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